那我们刚刚就是建立 先建立一个新的网站 单页网站 这边把它存在 记得这个地方要输入 C冒号斜线 这个不能错一个字 然后01就对了 按一个确定 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网站 那再来就是 第二个动作也是一样 开一个新的档案 然后其他网页范本 要找框架页 这个框架页就是根据那个第11页 你那个书里面第11页 第11页的最下面 会有一个那个框框 那个框框的话 就是要做出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上面一个title title.htm menu.htm 按确定之后就会跳出这个画面 那我们就按三下 新增网页 这个title 所以把它存档 他会问你说 这个要叫什么名称 我们就把它叫做title 根据11页下面这里 输入title 按一个储存 这边叫什么呢 11页下面这边有 menu 有没有 按一个储存 这边叫什么 main 那最后在储存 他会问你说这整个叫什么呢 这整个叫做index 就是首页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一个首页里面包含了 四个网页 本身一个上左右各一个四个 那这个index呢 这边已经有 所以把它盖过去就好了 可是储存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上面哦 我们的网页呢 左上角都会有标题 这一题的标题 他告诉我们要叫什么名称 在11页的倒数第三行 首页的标题 有没有 所以你就可以把那个地方 重点就可以画下来 就是 标题叫做 所以你就把这个标题要叫做 变更标题按一下 叫做切换到那个注音哦 它叫做国立 有没有 国立 什么玉山高中 高中社团 社团介绍网站 好 输入完毕就按确定 有没有 这个地方标题就会叫 国立玉山高中网 按储存 把它取代掉就好了 是 这样子我们就会产生 有刚刚的那 就是四个网页 那我怎么会知道 其实你可以检视里面 找到这边有个叫做 资料夹清单 正常是会出来 你们等一下用的话 应该是有 那这样就会 就建立了第一个步骤了 第一个步骤 好 那画面先还给你们 你们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 我先试看 我先试看 我先试看